你是2015年喔 你不要推我 走去 走去 兩週多來 沒有人有辦法告賴靜零 沒有人有辦法告賴平雲 但是這些人準備要被賴靜零告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不實的謠言 也不需要再流傳下去 謝謝 為什麼這些錢都跑到新潮流的口 擔任委員你自己雙標的爭議要不要講清楚 有關於這個服貌的部分 不是說奉陪到底嗎 那現在媒體都在奉陪你啊 是不是要不畏戰不是嗎 那為什麼您自己反服貌 然後爸爸推動 你已經問過好多次了 對他2015年 協會的聲明是2015年喔 不要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沒有推我 我沒有推你 你是來家的記者 你為什麼你上次也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剛剛是在扶你出來 你為什麼要推我 你叫警察來 我剛剛完全沒有推你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真的沒有推你 你夠了嗎 我剛剛是在問你2015的 你已經問過我很多次了 包含在上一次你也追著我 然後同樣的問題我一直回答 你現在都問我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但記者需要這樣子嗎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剛剛是我看到你進到了腳架之後 我怕你跌下去 是才把你扶起來 那位先生 我剛剛完全沒有撞 但是那個服務業協會 你完全沒有回答過啊 他們服務業的聲明是2015年的時候啊 爸爸是2015年的時候嘛 那為什麼現在 他為什麼要撞你 我剛剛完全沒有撞到你 我剛剛完全沒有撞你 他真的沒有撞你 還有為什麼2013年 那時候爸爸就已經到這個大陸 說他要推動台灣的企業到大陸啊 那這部分委員要不要說一下 都被質疑說 是不是政治紅利也要 錢也要嗎 是這樣嗎 但也沒有質疑說 日傳人民幣有錯啊 那只是這部分 雙廟部分委員要不要說清楚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我們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你爸爸的雲豹能源啊 然後阿姨就說 您過去的反核是政治性的反核 局長先來說 您反核的屁股 這部分 第一個就是呢 這個關於雲豹能源的部分啊 其實他們公司 對於整個公司的狀況 也都已經有聲明 那關於台電呢 電價的部分 其實不管是經濟部 或是台電也都有提出正式的聲明 那我的部分呢 其實我在週日的時候 都已經有發布正式的新聞稿 還有影片 那已經回答過 大家都可以自行查證 那再來就是呢 我想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啦 這些東西 早就在我2020年參選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 大量的被不實的資訊攻擊過 那現在我看到就是 這樣子的內容 再次被拿來冷飯熱潮 其實我覺得非常地厲害 那因為您說 您普京的局分其實不到一趴 但是因為蘇小欣其實說 如果不到一趴的話 怎麼可能會找到公司的董事長 是不是為了新潮和代季的公司 來當那麼神巧的事情 其實仔細看 非常多一般的企業 董事長的股份 都不一定會是到一趴 這個其實是民間企業 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就是呢 針對我父親賴靖玲的部分 其實我的態度一直都是一樣的啦 就是說 大家一直有大量的不實言論 那如果真的有人有任何不法的事證 我都歡迎他提出具體的不法事證 並且去提出檢舉 那我必須要再一次的強調 我一直在說的 2020年的時候 當我選舉時 這些事情已經全部都被講過一遍了 但是到現在快要四年了 其實大家也提不出任何具體的事證 我們看到的只有不實的言論 滿天飛以及非常多組織性的攻擊 那對於這樣子冷飯熱潮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有人 大家應該質疑的 並不是違法的問題 而是說為什麼爸爸會在蔡政府 推動綠能政策之下 就化名了18家綠能公司的負責人 那這個部分到底跟台電的 綠電的輸送利益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部分針對經濟部還有台電 他們自己針對電價的部分 早就已經有非常明確的說明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不願意 不斷的去 大家為什麼不願意去看 中央部會正式的說明 然後還是要不斷的 以錯誤的資訊不斷的去傳達 那對於這樣子的選舉操作 我一直都覺得非常的遺憾 因為大家覺得說 為什麼羽毛能源能夠獲利21倍 謝謝 那這個21倍 是不是因為綠電真的賺很多呢 委員 為什麼不再繼續的來回答呢 有關於這個台電的部分 所以 所以您覺得這個部分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我想今天啦 我有三件事情 要做什麼 要正到連日以來發動大規模 不實抹黑的政黨 還有政客 有三件事情 我賴平宇絕對奉陪 首先 我反核的立場 從過去 到現在 甚至是未來 一直都始終如一 從來沒有改變 對於這個核電廠的態度 我認為是本區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應該要正面面對 負起責任的議題 我的選區是全台灣唯一 區域內有兩個核電廠的立法委員 而且鄰近在石門的合一場 其實就是 就在我們的金山區旁邊 我一路以來堅定 捍衛所有居民的權益 我想請問啦 這些所有抹黑的有心人士 你們敢不敢 對著我們金山萬里 共聊的鄉親 大聲的說出 你們這幾天以來的荒謬言論 再來就是 針對這一陣子 我父親面臨了很多的不實指控 那他在昨天的聲明 也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必須要說啦 一直以來 我跟他對彼此的工作 都是秉持著 互相尊重的態度 但是在這裡 我也必須要說 查證這件事情 是每一個政政物 在進行公共評論 需要做到最基本的責任 我看到我父親 他一生所懷抱的志願 環保、反核 因為這些人 為了挽救他自己低迷的民調 被鋪天蓋地不實的扭曲 在這裡我絕對肯定他的決定 同時我也支持 全部都收集證據 悉數提告 面對事實的真相跟家人的親牌 我也會奉陪到底 那最後呢 我要強調的是什麼 不管是過去社運的參與 或是說到現在擔任民意代表 我的立場一直以來都是一樣的 大家可以去檢視 都是選擇跟弱勢站在一起 都是在對抗強權的侵害 事實上我這幾年在人權 性貧、育業輔助、居住權益 還有消敏 青年貧窮的問政表現 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個也不需要我來多說 這一陣子我在選區跑行程 有看到說非常多的鄉親 特別為我抱不平 特別是我剛剛提到的金山、萬里 還有共僚選區的鄉親 因為他們深受核電廠的影響最大 那他們對於這些抹黑 甚至比我都還要生氣 那我認為啦 我跟家人一路以來都清清白白 不但是問心無愧 而且也都可受公平 過去三年多以來 我把所有所有的時間 都花在了選區的建設 還有政策的推動上面 那這些不實的言論 只是想要利用這樣子 潑髒水 這樣子抹黑的方式 想要讓一個年輕民代的政績 去被忽慮 所以我最後一次強調啦 如果這些人 這段日子以來 這些不斷的去 潑髒水 不斷的講不實言論的這些人 如果你真的 有任何的證據 有任… 有任何…認為我有任何的不法 任何的不正當的行為 請拿出你具體的證據 去檢舉 去告發 我賴品瑜絕對支持 每一個人用最高的標準 來檢視這件事情 那最後啦 我也要告訴這些 執意要說謊的不肖人士 我勸你們立即停止 無中生有的荒謬劇本 因為我相信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本來就會唾棄這些暴力又惡劣的行為 那面對這個大規模 意圖去利用假資訊 去抹黑的毀滅行動 我絕對不會為戰 我也會為了自己所堅持的理想 去戰鬥 那再來最後同時 我也知道啦 我相信這場記者會 不管是現在的直播 或者是 再來晚一點 我們金山 我們萬里 我們共僚的鄉親也都會看到 也都在看這場記者會 我在這裡跟你們承諾 我不會因為這些打壓而退縮 我絕對會為你而戰 一步不退 堅持到底 有更多久 我會找到全面的場景 有更多言 這個是有更多的地點